大家非常关心《非证王悟空》PS5版的画面和真正下面的详细说说 一共有三种模式 分别是质量、平衡和性能 PS5版的质量模式分辨率是1440p 也就是2K的30帧 但它是拉伸到4K的 平衡模式是1080p的45帧 也是拉伸到4K 性能模式是动态的1080p 60帧是拉伸到1080p的 也就是说性能模式有的时候会低于1080p 这三个模式我都玩了 跑图、打BOSS、来回的切换测试 这三个模式帧率都非常稳 都是可以用的 如果你想要好的画面 那就选择质量 虽然只有30帧 但是是可以玩的 比如银弧的BOSS 就是在质量模式上做的 所以说打不过不一定是30帧导致的 还得练呢 黑神皇悟空PS5版的质量档 它那个帧率很稳 它不会突然间掉帧或者卡一下 只要你玩进去了 适应了 就不会觉得这是个30帧的游戏 想当年我们玩战神4和神秘海域4的时候 其实都是30帧通关的 如果你觉得30帧在转镜头的时候太晕了 那推荐用性能模式 性能的60帧玩起来很舒服 但是这个画面就差点意思了 和质量模式还是有挺大区别的 比如树叶 物体还有人物的边缘都变得不太清晰了 但整体感觉还是和质量模式是如出一辙的 并没有缺少什么东西 只是分辨率下降 平衡模式我也玩了一阵子 帧率是45 正好介于60和30之间 画面其实也差不多是中间水平 这个模式貌似两边讨好 但它也继承了两边的缺点 论画质不如质量档 论帧率又不如性能档 那具体该用哪个档呢 我建议大家都试试 我个人推荐性能档 因为我对帧率比较敏感 但质量档的画面是真心不错 特别是那个清晰度细腻 虽然只有2K 如果质量模式有60帧就好了 这也是我希望能出PS5 Pro的原因 下面总结一下 黑神王悟空PS5版 从玩游戏这个角度来说 值得推荐 主要是帧率稳定 玩起来省心 如果你非得想看顶级画面影视级光追 那就只能PC版了 很多人想了解黑神王悟空PS5版和PC版的差异 这两个版本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 有很多不同之处 比如PC版的那个植物 低画质相对高画质 那个草的数量变少了 草的长度变短了 从而节省响卡开支 但是PS5版的那个植物 性能档相对质量档 只是分辨率降低了 还是那么多植物 关于黑神王悟空PS5版和PC版的对比 后面我会陆续分享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